你們很喜歡探靈 你們喜歡探靈是因為甚麼原因 想見到他們? 如果真的讓你看到他們 那你又會怎樣 好,歡迎大家收看 《怪談移動》中,移動全世界 逢星期日,我們會看看 來自世界各地的真實靈異個案 這星期主人翁厲害了 先介紹兩位師傅 在我這邊有簡迅梅師傅 而在我這邊有七仙禹師傅 師傅,你好 這星期很有趣 先問兩位師傅一個問題 有時有人說會見到靈體出現 或是見到鬼,簡稱 有些人說見不到,嚇我便能看到 為甚麼因由你能看到靈體出現 先問問師傅 我相信肉眼很多東西都看不到 但在一個機械或探測中 是可以探測到的 我相信跟我們本身的肉眼有關 我們看的未必看得那麼清楚 沒錯 拍攝的可能會拍得清楚 好,問問七仙禹師傅 為甚麼拍攝會拍到 但看不到呢 別留意過很多拍攝靈體的相機 的像素是比較高一點的 高像素 對,所以比較容易去探測 到靈體出現 對 為甚麼會這樣說呢 這星期我請兩位師傅 因為在網上最近很震撼的一段影片 就是在吉隆坡的一個年輕人 在探靈期中拍到一個女靈體的出現 當然他放了上網 震撼了全國的網界 因為人們不停地看一段影片 原來拍到女靈體的 剛巧這麼巧 這個年輕人也是我們怪談的粉絲 好,這個時間我請出吉隆坡的阿玥 阿玥,你好 阿玥,我知道你最近在這個網界很厲害 因為你拍了一段影片 就拍到靈體的出現 其實你是怎樣拍到的 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其實當日我也沒有抱著很大的期望 我要拍到 其實我當時的出發點就是想進去看看 因為他們說是一個猛鬼的 其實他是一個日軍的軍務所 因為先前他被拍到的 他的故事其實是有很多版本的 有人說軍務所之前有審問犯人 所以他就會用很殘酷的方式去逼供 所以裡面會枉死很多人 也有人說在裡面 很多人會將那些妙齡的少女 或者那些少婦捉到裡面 獻給他們日軍的高官或大使 第三個版本也有人說 這個地方其實就說 剛才我以前說的 他們兩個都有的 都綜合了這個原因 但是他不是一個日軍的軍務所 而是一個日軍高官的一個住宅 在這個時間我們跟兩位師傅聊天 他說他這次探靈拍到靈體 稍後大家也看到 跟這個戰爭 跟在這裡殘殺有沒有關係 當然有關係 也有的 當然有關係 因為在那裡死得太多人 其實很多靈魂是在地上 其實很多 他們以前的血 就這樣埋葬了下去 多得不得了 怎麼會沒有鬼 一定很多 聽聽師傅 因為他們的怨是比較多 加上磁場也凝聚在一個地方 當磁場越聚越多的時候 他們會吸引附近的那些 或者是當地的其他靈魂 都會容易去那裡 都聚在那裡 對 因為它是遇陰遇陰 甚麼磁場吸引甚麼磁場 所以那裡特別多 特別多 加上時間比較長 時間越長越麻煩 阿悅 馬上你就帶我們去那次 你的探靈拍到靈體究竟 走進去發生甚麼事 到最後整個過程 已經是你告訴我們 故事一開始 我們進去 其實是 一開始是沒有任何動靜的 也沒有任何奇怪的地方 我們就這樣 就這樣看完整間屋 上樺去上面 下樺去下面 都是沒有任何動靜的 是發現到這間屋 其實它是被一棵大樹 包圍著的 是包圍著的 所以它進入到裡面 就好像在樹屋裡面一樣 之後到後面 既然我們都走光了 已經是看完裡面 都沒有甚麼其他事發生了 為了以時尊敬 我們就燒一些根文醫子 化下寶給他們 就說一個尊敬 之後發完了 我們本來是打算走的 就當我們化完之後 怪事就發生了 首先我們手上拿著的電筒 全部關掉 只剩下一個小電筒 小電筒之後就開始流上 就開始聽到一個 好像一個很老的阿婆的說話聲 好像跟我們說話一樣 但我們又聽明白 它在說甚麼語言 因為它又不像是我們的馬來文 又不像是英文 也不像是華語 就是一個我們不認識的語言 之後 這個聲音 就說一聽到阿婆的聲音出來之後 我們周圍就開始聽到很多腳步聲 你可以感覺到好像是很多人 亦都可以說是一個有很多能量在你周圍 在跑 在跑 你又聽到有草叢的人 踩草草的聲音 之後在地面的人的跑步聲 是很明顯的 我想問一下 你一直說了這麼久 你現在在網上說很震驚的影片 看到靈體出現 其實是甚麼時候在你的手機上 拍到有靈體出現 其實我在拍攝的時候 我們是沒有發覺到有拍到任何東西 到後面我再回去剪接 才發現到好像拍到了一些東西 我想問 就是剛才你說的 很多人在你後面經過 很吵 在那個時間拍到的 感覺到 是在那個時間拍到的 我先問兩位師傅 因為我也很緊張 阿月 我問兩位師傅 他說很吵很多腳步聲 那些是所謂死了的日軍 還是不是 是那裡的靈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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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他已經將它進入了局 他的感應力 已經開始感應到 那一帶不同氣場的東西 未必全部一起聽到 但是他已經是… 進入了那個局 進入了 師傅 你知道他一個人去探靈 如果他附近有那麼多靈體 突然圍著他 是不是他本身也有危險 是的 因為當時 那麼多靈圍著他的時候 他應該也會有壓迫感 他也有壓迫感 是的 那麼多靈圍著他 他也會吸收他本身的能量 消耗他身上的能量 所以他之後也會覺得很疲倦 是 阿月 說到這裡這麼緊張 你說一下 就是在這裡拍攝了 那什麼時候你才發覺 其實你真的拍到靈體在這裡出現 其實當我在裡面的時候 你是完全是看不到 也沒有發覺到你是拍到的 只不過是 你是可以很深深地感應到 你附近有一股力量 在圍繞著 圍著你 是 然後那個力量是慢慢壓迫過來的 之後你又會開始聽到很多 之前沒有聽到的聲音 就是腳步聲、講話聲 很吵雜的聲音 這件事就震撼了整個網上 因為你們在吉隆坡 你們去探靈就拍到靈體了 然後你之後有沒有一些奇怪的事 發生在你身上 之後也沒有什麼奇怪的事 因為我媽媽是一個比較開放的人 她說 當時雖然是感覺到這樣的感覺 但是因為我們也有做足 我們進去的時候也有上住香 跟他們說我們的來利 之後走之前我們也有化寶給他們 他們可能是抱著一個感恩的心 就說過來跟我們說聲 麻煩之後再送我們走 只不過氣場太大 而嚇到我們全部而已 這次你這個 就震撼了整個網界 問問兩位師傅 他這樣意外地拍到靈體 有些人就說要把一段片燒掉 有些人就說拍照也要燒掉 但你們的主張是什麼 沒有需要的 沒有需要的 心理上的 可以跟大家分享體緣也可以 當然可以 可以 對他們來說是沒有影響的 沒有影響 好的 好 聽聽師傅 沒有影響的 而且他們也做了功德 靈體也知道他們的來意 所以沒事的 阿玥 你會不會再次代表我們 去到那個地方再試拍一下 能否拍到更多靈體 可以 首先感謝你們 感謝你 在吉隆坡這段影片 這麼震撼整個網界 而送給我們播放 也感謝你們的支持 繼續跟我們去全世界 搜羅最精彩的靈異片段 下一節回來繼續 《怪談移動宗》 歡迎大家收看 《怪談移動宗》 移動全世界 很多人都會問 為何一個地方發生了災難後 繼而就會出現靈異傳物 我想問兩位師傅 為甚麼 為甚麼會多 因為他們本身不是自然的死亡 是一個意外的死亡 是沒有人想死 他死了之後 便會留念在同一個地方 希望看看有沒有機會重生 是 沒有辦法 這是很正常的現象 沒錯 好 問問七師傅 有甚麼方法可以幫助這裡的靈體 就叫做超渡也好 有這麼大型的災難 可否超渡他們 可以超渡也需要一些時間 因為都要視乎那個靈 當時他之前是不是很執著 或者他可能有些東西放不下 或者是… 每個情況都不同 再加上地區的共熱 即是逢親大的災難 都是共同的業障 加上如果有些地方 發生一些大的災難 有些地方就沒事 有些地方就經常有很多靈 出現 主要是看當地多不多修行人 多修行人的地區 有很多光 會少一些靈異的事件 好 究竟全球的靈探隊 有沒有聽過當地發生災難 之後就出現靈異傳聞 馬上請出全球靈探隊 大家看到了 加拿大 你有聽過大型災難之後 就會發生靈異傳聞 如果在加拿大來說 大型災難比較少 聽就很少 至於你說沒有災難 當然沒有一些靈異事件 所以加拿大這邊應該是沒有 我就聽不到 多謝加拿大那邊 看看吉隆坡有沒有聽過 大型災難之後 就會出現靈異傳聞 這裏是有的 因為唯於在雪蘭俄州 這裏是一個海上樂園 是曾經發生過一個山崩 而導致很多人死亡 是 所以到後面 這個海上公園 亦都是被迫要關掉 不能進行 是 亦都導致這個地方 因為他們的樂園 很多設施全部都是荒廢在那裏 所以有些人就有傳聞 裡面有很多靈體在這裏 行來行去 或者這些活動 會不會是因為沒有人帶他們回家 所以他唯有在這裏 不停在這裏行來行去 這個不是沒有人帶他回家 因為靈魂不是只有一個 在道教裏面有三個靈魂 是 就算你怎樣去超渡 或者是有些已經是輪迴也好 始終還有一個靈魂 他不回軌世界就是流連在那裏 是 所以經常會在災難的現場 會看到他們 明白… 交給檳城那邊 檳城這裡沒有大災難 不過如果你說那些天災 小災難也有 例如海嘯或者土崩 因為檳城有很多山 而且近海 好像早大約十幾年左右 也有一場海嘯也有死人 而且有人失蹤 也有人聽過 好像有拿督公的出現 救了一些人 甚至乎有人看到 有些鬼魂在那裏 其實你說拿督公出來救人 其實我也聽過 香港也發生了一個地方 大型災難 就是在大埔的猛鬼蝦 把這個時間交給我們怪談QL 大家好,我是Gian 今天帶大家來這個地方 叫做大埔的猛鬼橋 其實在這個地方 在很久之前 有一個非常恐怖的真實事件 發生過 就是一場洪水 導致了二十八條生命喪生 就是正在我現在身處的這個地方 其實我身後面 簡直是有那宗事件的紀念 被紀念的二十八位喪生的人 其實我來到這個地方 第一個感受 就已經覺得超級涼 而且傳聞中 因為很多人經過這個地方 都遇到一些靈異事件 所以我今天約了七仙宇師傅來到這裡 打算做回向 希望可以安撫這裡的怨靈 師傅 剛剛我看到你已經在準備 其實做回向前是有什麼預備的 我準備了一些溪塵 還有一些衣紙 我放在那邊 待會要燒的 還有這個殭屍手 這個殭屍手 之前我們就有去不同的地方 收了一些雲 待會你也拿這個手 可以試一試 去下面 因為你試完之後 會引眾生出來 然後我們可以幫他超渡 做一個回向 我已經起雞皮了,師傅 其實我這樣下去 是不安全的 小心一點 就算發生了什麼事 到時再救你 那靠你了,謝謝師傅 很恐怖 現在就要走下去 其實我覺得這個比之前那些恐怖 很多倍 就這樣聽下去 但是… 我們是來回向的 我們是來報師的 我們不是來… 害他們或打擾他們 我們是來的 我現在下來了 這裡… 其實水流也挺急 因為這裡的水聲超大 等等,我聽到的聲音… 我聽到的聲音在橋底串 我現在甚麼都看不到 好,只剩我一個人在這裡 我聽到橋底有回音 師傅在這裡搖錦鈴 好嗎… 各方眾生有需要的 就過來拿稅錢 好… 好… 各方眾生有需要的 就過來拿 各方眾生有聲音 阿聲 你剛才看到哪裡 放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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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再看看哪裡 其實頭部也有三個 我聽到… 我聽到那些水有潑水的聲音 為甚麼 是… 我聽到那些水有潑水有潑水的聲音 我聽到那些水有潑水的聲音 是否一聲音 我聽到那些水有潑水有潑水的聲音 我聽到那些水有潑水有潑水的聲音 我聽到那些水有潑水的聲音 又來了 又來了 而且現在我覺得右邊的照片很涼 我起了雞皮 現在加起來有十多個 在附近的, 有十多個 越念越多了 水帶有三、四個 對 我剛才越吵越涼 對, 因為太多了 池牆很厲害, 很多很多 剛才看到有眾生在水裡想拖你 拔你, 你覺得嗎? 有些東西撩到我的腳 對… 牠想拖你下去 看到情況太危險, 叫你才上來 我們也要做些功德, 做些迴向 今天我們在這裡拍字幕 打擾了這裡的眾生 這裡的眾生肯求你們放下怨恨 放下執著 我們今天也有些衣紙 供養給你們 可以令你們走進來苦得樂 可以黃身淨土 你知道我看到是怎樣嗎 令我想起當年怪談試過去猛鬼橋 被水鬼拉進水裡 一模一樣 我想問問他拘捕你時, 你是甚麼感覺 幸好我這次沒有被拘捕的感覺 但我不停感覺到有些東西在我小腿裡撩 而且中途不斷聽到我身後在水的位置 有很多東西掉進水裡 所以我覺得是非常驚嚇 這個時間我問問七師傅 你當時拍攝, 我經常說拍攝很糟糕 你又想拍攝, 但又怕主持危險 你去到哪個位置就一定說不行了 不能玩了, 即是他們要停了 通常是甚麼位置就說不行了 我們要停了 通常是看到當時的環境 例如發生生命危險的意外 我會停下來 因為當時看到有些靈圍著他 以及想拉扯他 你便看到他… 看到他 想拉扯他 對, 碰到他的鞋子 以及碰到他的背後的衣服 因為之前那裡也發生過很多次的意外 而且也有些人在那裡失蹤 不想他當時會有生命的危險 而且那個溪水是很深的 當時他拿著那個殭屍手 因為凡親拿著殭屍手 之前試過的人, 每個人都出事 所以當時看到的情況 太多問題 所以叫他快點停下來 就要停下來, 在那裡要停下來 我想問一下, 你拍攝完回來 好像說你都不舒服了幾天 為甚麼呢 沒錯, 我一拍攝完當刻 你已經覺得很頭痛 但你知道最恐怖的是甚麼嗎 就是我們完成了整個拍攝後 上車看一則新聞 原來當年發生的重大意外的日子 正正就是跟我們拍攝的同一個日期 是8月28日 這件事很有趣 拍了這麼多年 《靈異》節目就有這件事 剛巧得那麼巧 還是剛巧得那麼巧 不如大家有興趣的話 大家在這裡約定 下星期繼續《怪談異動鐘》 我以為你怎麼會做到的 我為你認識一下 我沒有認識的 我會想要這次拍到 我一直在抓到 在這裡的角度 我會想要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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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再看 我會想要一看 我會想要一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